Ultraman G ULTIMATE FINAL 软胶玩具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的玩具 这里面有一个杰德奥特曼本体的奥特胶囊 然后还有一个变身器 这是杰德奥特曼拿着他的终极武器的姿势 好帅啊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玩具 这把武器的名字叫千兆最终升华器 背后有开关还有装载奥特胶囊的按钮 这把武器还可以变形呢 那变形之后可以发出它的终极必杀技 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这里还有一个发动必杀技的按钮 等一下我们会用这个按钮来发动必杀技 让我们来看一下杰德奥特曼本体形态的奥特胶囊 这是一个全新的颜色 它发出的是银色的光呢 那等一下我们会用这个胶囊召唤出杰德奥特曼的究极形态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杰德奥特曼究极形态的软胶玩具 这里写着48号 那这是第48号软胶 让我们仔细地来看一下这个奥特曼的造型 它胸前的画纹非常的好看 它有着和其他杰德奥特曼一样的材式计时器 它和其他的杰德奥特曼形态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头上有一个水晶石 手臂上也有很多圆圈 那这些圆圈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的脚下也写了字2017 China 这是中国制造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杰德奥特曼目前为止出现过的所有的形态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杰德奥特曼究极形态 那你们知道它们都是哪些形态吗 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哦 接下来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武器的玩法 背后有个开关 这是武器的登场音效 这把武器的底下正好有个孔 可用来装载奥特胶囊 然后我们要来按动这个发动按钮 接着会进入待机的音效 再把这个往上推 武器就会变形发出变身的音效 变身完成 我们召唤出了杰德奥特曼的究极形态 这个形态可是很强大的哦 接下来我们要来试一下它的三种必杀技 首先是第一种 它会进入等待的音效 然后再拉动一次这个拉手 接下来我们要来发动第二种必杀技 那和刚才一样 这个拉手的地方要拉两次 一次 两次 然后发动 接下来是第三种必杀技 也是最厉害的必杀技 拉手要拉动三下 那 那 以上就是必杀技的玩法了 接下来我们要和杰德奥特曼的升华器联动 联动的时候也可以发出特殊的音效呢 让我们来听一下 他这里说的是 觉醒吧 最强的精英 那这个最强的精英 指的就是究极形态 最后这把究极武器 在拉动拉杆的时候 也可以发出攻击的音效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杰德奥特曼剧场版的玩具 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